各位好,我是彭惠珊 港股在今天整體走勢來說是非常反覆的 最主要是市場早段的時間 受到內地出的經濟數據沒有預期那麼好 令到市場的走勢比較偏弱 尤其是美國在上星期出的飛龍新增職位 遠遠比市場預期更好 大家都擔心美國會有機會加快步伐進行收水 使得市場比較偏弱 不過以現在去看整個港股 仍然維持在低位反彈之後 繼續反覆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指數到了20千先前 已經沒什麼力氣了 相信現在的市場要回到20千的二龍平均線流上 這確是比較困難的 第一,在大市之前的急跌之後 整體的走勢去到一些比較重要的關鍵位 就是15000點的水平 完成了調整 因為看到指數由去年3月份 當指數由21,139點升上去 去到最頂的時候 31,183點 整個的升浪是用回到61.8%做回調 剛剛好是25000點的水平 也在之前星期來說 都出現了一個急跌 跌到24,700點的水平 所以說回調已經足夠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一陣回調之後的反彈 是真正正一個叫做見底的反彈 因為純粹是一個叫做 跌得比較急的情況下 才來一個叫做所謂的後抽 現在來說 暫時看那個叫做近排的成交額 不是很多 但是就看到那個走勢 都相對穩定 是慢慢有一個低位反彈上來的 而且也開始繼續提到 就是說 恆子在現在的水平來說 我們一看到 就是說那個暴力加通道 垂直高度還是比較闊 的確是不利於大股的反彈 但是就是說在整固上 就有望令到恆子 逐步逐步地站穩之後 可以是來一個比較急的 向上的形態 暫時看回恆子 暫且在二十天線 仍然都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阻力 至於近排來說 指數是彈就彈了 但是在現在的水平來說 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叫做見底的跡象 很可能指數仍然有機會向下回調 甚至是回到二萬五這些水平 以現在去看回 整個港股仍然繼續有資金流入 而且也看回上星期來說 流入的資金更加達到 去到整個七月份的資金流入量的總和 其實都顯示著一件事 近排的市場 的確有投資者重新部署入市 所以我也相信 指數是去到二萬六千八這個機會 來講 仍然都是有的 整個市場繼續維持 是二萬五千點 去到二萬六千八 這個超過一千八百點的波幅區裡面 是繼續運行的 因為有的 是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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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才的 人數在一萬五千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